他们活泼可爱 聚接二连三惨遭恶 是意外 还是这其中另有隐情 仅仅关注冒进科学 松鼠的故事 松鼠的故事 松鼠这个东西大家都知道非常可爱 有的时候我们能够见到街面上有人卖 拿一个能够立着的像轮子一样的小龙子 你看这松鼠在里头 咚咚咚咚的跑 这个动作肯定有意思 非常机灵 咱们今天讲的就是关于松鼠的故事 黑龙江省铁丽市双峰林业局的爱林林厂是一个只有一百多户人家的厂子了 刘旭海一家就土生土渣这里 七年前他们开始在家养殖松鼠 瞧他们活灵活见的 这可个个都是宝贝 小两口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松鼠的身上 给他们吃好的 喝好的 松鼠最喜欢吃的就是松子 核桃 榛子这一类的植物果实 不过松鼠对这些食物可是相当挑剔 好几次打扫郡舍的时候 有几个核桃总是孤零零的待在角落里 松鼠永远不会光顾他们 来 乖乖 有一天我就那个队友丈夫说 我说你看这两个大核桃多好了 他们怎么为什么不吃 他说那只剩是空的 我说净那个啥瞎扯 我说不是空的 可好了 他说不信你拿出来我砸开看看 小两口这还真就较这么劲 一砸才知道高桂英傻了 他还是不甘心 把所有捡到的核桃一个个砸开 果然这些核桃除了坏的就是空的 他在地下一砸真是空的 给我乐的 我说他们怎么捡呢 松鼠辨别果实的能力堪称一绝 东北林业大学的松鼠博士荣可老师 多年在野外研究松鼠 对这种现象他是见多了 这就是被松鼠拨过的松鼠 然而有些看上去很饱满的松鼠 却被松鼠放弃了 难道真的就是空的吗 全是空的 所以说你看他整个一动不动 因为他用牙齿有这个啃的过程 就是啃的你想里面是实 实心的时候 他啃出来牙齿上的感觉 和他里面是空的时候 牙齿上的感觉应该是不一样的 除了牙齿的感觉 可以帮助松鼠辨别出果实是不是空的 他们的嗅觉 还可以帮助他们闻出来 果实是不是坏了 在野外 他们可以凭借嗅觉 找到食物 并且辨别出果实的好坏 从而进行取舍 有时候为了一个饱满的果实 他们还会争夺起来 看着松鼠这精明劲 两口子是越来越喜欢 对松鼠也越来越惊心 核桃都要砸了拨出人来 给他们吃 在松鼠里 他们最喜欢的就是欢欢 他从不跟人亲近 总是露出一副凶巴巴的样子 可是他们就是喜欢欢欢的野性 而欢欢也真给他们争气 很快 他就怀孕了 他可生气了 为了他的那个产党率高一些 给他单独放在那个笼子里头 单独整个窝 完了再给他增加点营养 一天早上 高桂英兴冲冲的来看 未来的松鼠妈妈 继欢欢之后 又有几只松鼠相继怀孕 他那心里别提多美了 似乎看到白花花的银子就在眼前了 可是当他走到欢欢的笼子前时 却发现欢欢不在外面 而且给他的核桃也没有吃 难道欢欢已经生产了 高桂英想着想着心中竟然窃喜起来 可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 却使他如同受了当头一棒 欢欢死在了窝里 他的眼睛还一直睁着 似乎想向主人诉说些什么 他甚至都没有完成做母亲的心愿 就这么糟了 两口子被这突如其来的意外弄蒙了 当时心情就是挺糟的 其实你说精心精心的胃 就是核桃也给他砸了 什么水果也给他洗了 这么精心的胃 你说他还死了 其实心里挺不得劲的 当时 松鼠每天早晨五点钟就起来玩了 而两口子也是每天一大早五点钟就起来 为他们准备早餐 同时自己都舍不得吃的核桃全都留给了松鼠 就想让他们快快长大 快快赚钱 可松鼠还是死了 他们觉得真不甘心 然而 事情并没有就这么结束 慢慢的他们发现 大多数松鼠都变得不爱吃东西 尾巴搭了着 一点精神也没有 松鼠反倒是整天对着瓦片啃个不停 只有为他们牛奶喝 他们才会一拥而上 可这也不是长久之际 松鼠到底怎么了 仔细一看才发现事情的附队筋 我觉得你看这松鼠这牙齿这么长 它吃不了食了 难怪松鼠们都不吃食了 原来是牙太长没法嚼东西了 他们的牙齿怎么突然变得这么长了呢 就不给它砸 照这样下去 松鼠不就一个个都得死光了吗 刘旭海赶紧查书查资料 这一查让它后悔莫及 原来松鼠竟然是被自己害死的 跟其他镊齿动物都一样 它的这个门齿 这个门牙 它是不断生长的 不断生长 这样的话 它必须得磨 就是不断地咬一些东西 把它磨短 它要是没有东西可磨牙 牙直随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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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嘴就会被撑面了 终生都在生长的门曲 使得镊齿的动物 要不断地啃咬东西 用来磨牙 在野外 核桃皮 松子皮 都是它们很好的磨牙工具 可是 在建国没有成熟的春夏季节 松鼠 老套 啃虚树皮 甚至是电线 来磨牙了 因为它磨牙的这个习性 它啃咬电线 造成这种经济 直接的和间接的这种经济损失 电线上的变压器什么这些东西 它就咬 你像那个纳斯达克股票市场 就被松鼠 弄停电两回 就它咬 就磨牙什么它咬的 而如今 它们所吃的都是剥好的核桃 以及玉米粒 发面饼等等比较柔软的食物 使它们完全丧失了磨牙的机会 它们平时只能对着瓦片铁丝网磨上一块 可这远远不够 完全赶不上牙齿生长的速度 而此时 欢欢怀孕了 要做妈妈的她 需要更多的食物 更多的营养 可是牙齿过长 使她只能无奈地看着食物 却无法吃下去 最后 在主人的精心照顾下 却悲惨地死吃了 我又想要后悔 我说你说 我在那咋 你在这给你个包 不能把这个核桃铁都剥出来 都喂他 我那些根本就不起作用 这不是犯件吗 刘旭海急忙把松鼠的牙齿剪短 为了保住他们的命 刘旭海不得不这样做 其实往往我们在对待小动物的时候 都会犯这个毛病 家里养只猫 养只狗 生怕饿着 多吃点 你看它吃鱼说多香 你看它吃骨头说多爱 多给它一点 出去之后别动着 给穿上衣服 给爪脏再套上鞋 说白了那是动物 它不是人 不能这么养 在这种情况之下 城市居民当中养的很多宠物 都严重的超标 超什么标 肥膀标准 一个个肥头大耳 一只猫 一岁的时候 就能达到十一斤左右的分量 你想 这对它身体有好处吗 所以说咱们人在饲养动物的时候 绝对不能以自己个人的喜好来看待它们 您把您最爱吃的都给它了 您认为您给它创造了一个好的环境 其实不然 没准反而会害了它们 松鼠恢复了活力 让夫妻俩心里总算踏实了下来 它们吃的越来越多 也充满了斗志 健康极了 瞧 这小尾巴翘得高高的 很威风的样子 别小看这小尾巴 它的用处可大了 夏天可以用它遮阳 冬天还可以当被子使 它就蹲在那 蹲在那 它是团成一团 整个屋子这样 身体是团成一团 尾巴从后面绕上来 一直盖到头顶上 蹲在那 蹲在那 像个球似的 因为球形的面积也比较小 散热面积也比较小 比较容易保持体温 眼看着这些聪明的小精灵 越来越健康 两口子更有干劲了 一个多月后 松鼠妈妈顺利产下了小宝宝 这窝小宝宝一共四只 在通常情况下 松鼠一年生育两次 每窝的数量是四到六只 刚出生的小松鼠只有三厘米长 它们的眼睛都还没有睁开 这个时候 它们是没有视力和听力的 要完全依靠妈妈的保护 它们不是很喜欢动 大概是还没有气力吧 它大概要三四周的样子 才能眼睛耳 眼睛才能睁开 才能听见声音 21天左右能把毛长全 大概得42天 它的牙齿能长全 所有的牙齿能够长全 这就是松鼠在给孩子喂奶呢 一边喂一边警惕地看着四周 松鼠妈妈一共有六个奶头 可一共六个小宝宝同时吃奶 这个期间 松鼠爸爸是完全不管的 它们只要能自己吃饱喝好 就办事OK了 整个育幼的过程都是雌兽 雌兽鼠来管 雄兽鼠就不负责照顾幼崽 而且一个雄兽鼠 会跟很多个雌兽鼠交配 它的后代会比较多 但是母时候就照顾它那一窝 一个多月后 小松鼠们都活蹦乱跳地 离开了妈妈的怀抱 开始独立 现在养殖肠里 只剩最后一窝松鼠仔了 只有两只 一天下午 高贵英像往常一样去喂松鼠 她发现松鼠妈妈 飞飞在笼子里窜来窜去 显得很急躁 一种不祥的预感 顿时向高贵英袭来 她轻轻地把松鼠的窝掀开 她最怕看到的一幕 却出现了 左拔了 右拔了 发现它藏在一个角那儿了 发现藏在角那儿了 把那两个崽子藏在角那儿了 这家给我心疼的 赶紧拿出来给它看 我说你看看 这两个崽子都死了 两只小松鼠已经浑身僵硬 完全没有知觉了 好端端的松鼠仔 怎么一下子都死了呢 笼子里只有飞飞和她的孩子待在一起 到底是什么动物能够避开飞飞 进入这小小的笼子里 杀死小松鼠呢 看着可怜的小松鼠 夫妻俩开始怀疑 自己养殖松鼠 究竟是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脾气暴躁的时候 什么脾气暴躁 刘旭海和松鼠的渊源要从十年前说起 1999年的一天 刘旭海到附近的山上散步 突然 一只小松鼠出现在眼前 野外的松鼠平时见到人就会蹭蹭蹭 马上跑掉 顷客之间就不见踪影了 可是眼前这只小松鼠怎么爬在树上不挪窝了呢 它试探着走过去 松鼠还是没有动 可能是生病了吧 它慢慢的把松鼠抓到手里 看着松鼠可怜兮兮的眼神 它舍不得刘苗 就把它带回了家 可是这小松鼠死活也不给面子 喂牛腩也不喝 把核桃砸好了喂给它 它连看都不看一眼 这可愁坏了刘旭海 第一天没有吃食 我感觉 这松鼠不吃食 汤上火我也挺上火的 好在到了第二天 松鼠似乎有些适应了 竟然捧着一个被刘旭海遗忘在角落的核桃 咔咔的刻了起来 看着他秀气的样子 刘旭海给他起了个好听的名字 娇娇 娇娇的病养好之后 刘旭海夫妻俩 依依不舍地把它放回了树林里 娇娇深情地看了主人最后一眼 顷刻间便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娇娇走后 刘旭海日夜思念他 他喜欢上了松鼠 从此 他的生活中多了一件事 就是去树林里观察松鼠 看他们的一举一动 慢慢的 刘旭海发现 松鼠们的食物似乎并不充足 要是自己能给他们安个家 帮助他们繁殖 该有多好 这才动了养松鼠的念头 可是如今 一连串的打击 几乎把刘旭海击垢 突然 刘旭海发现了小松鼠脖子上的伤口 很明显 他们是被咬死的 到底谁是凶手呢 凶手是谁 他还会不会再来 为了观察得更仔细 夫妻俩把小松鼠 放在一个相对平坦一些的窝里 他们能不能找到什么蛛丝马迹呢 这时松鼠妈妈菲菲 显得非常急躁 在笼子里蹦来蹦去 上蹿下跳 大概十分钟之后 只见菲菲叼起了一个孩子 他要做什么 难道是要谋杀他的孩子 大家顿时感到不寒而栗 不知道该不该去阻止他 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 让大家大大的松了一口气 小松鼠就这么大 刚会爬从窝里 就在窝里四周 之中乱爬 大松鼠就把小松鼠 一个一个叼到另一个窝上 菲菲完全不顾劳累 硬是把孩子们一个个叼回了 原来住的木盒子 同时警惕地四处展望 并且不停地一次又一次地去检查 孩子们事后顽好无缺 不过菲菲虽然没有伤害自己的孩子 可是他的举动却令大家感到不可思议 莫非是菲菲感觉到草窝太陌生 或者菲菲认为草窝是个陷阱 其实真正的原因是 木盒子更能给菲菲安全感 因为平时木盒子上面都夹着一个盖 很密闭 与野外的松鼠潮还真有几分相像 菲菲觉得在那里面 自己和孩子就不会被敌人发现 它若果明显是球形的 就你在树上看黑乎乎一大团那种 它跟鸟窝的区别 就因为它是个球形封闭的 鸟窝一般都是开放的 在野外 松鼠通常会把主潮 坐在靠近树干的枝叉上 因为它们自身比较弱小 只有在这种隐蔽的条件下生存 它们才不容易被天敌发现 除了主潮 松鼠还会有一些副潮 副潮相对来说简陋些 废弃的鸟巢以及树洞 都会被它们充分利用起来 像我们冬天跟踪的松鼠 得有个六七个 平均六七个这个样子 它每天都不在一个窝里头 这也是一个反哺时的策略吧 一旦松鼠觉得危险来临 就会把孩子转移 而且转移的时候 它们也只能用胶的方式 因为它们的四肢 需要用来爬行跳跃 突然一个面图 在柳穴孩脑子里闪光 它猜测 死去的小松鼠 正是被它们的妈妈咬死的 它为什么会有这种面图呢 松鼠的母性正强 保护孩子还来不及 怎么可能杀害自己的孩子呢 我这忽然间想到 我说前几天咱们邻居家的大黄狗 一样穿在松鼠窝底下去了 这些灰狗的就是发出那种 那个惊叫的那种动静 像那个就是那个 怎么说呢 像那个不顾鸟那种 那种动静发出来 都那个炸了 就像炸窝似的 松鼠的胆子很小 大黄狗的到来 令它们惊恐不已 虽然黄狗根本无法进入笼子 但是松鼠们还是 大敌当前的样子 玉成一堆 躲在旁顶 不断地发出吱吱的尖叫声 像是鸣笛一样 而菲菲更是显示出了 前所未有的激躁 母松鼠呢 也是发现它在笼子里头 就这样上蹦下跳 上蹦下跳 就是那个脾气非常非常暴躁 就恨不能把那笼子 撞破要冲出去一样 就是那种感觉 要冲出去 好像是跟大黄狗干账 那种就是那种心情似的 这下给我气的 我就把那大黄狗给轰走了 当时两口子还挺庆幸 大黄狗的到来 没有给它们造成什么损失 可是随后就发现了 被咬死的小松鼠 到底这两件事之间 有什么关联呢 松鼠吧 母亲特别强 它这个狗袋底下 这一叫上床下蹦 这个大松鼠就想把这小松鼠 叼了 叼到安全地方 很长 这么大一个笼子 它说那可哪长 它根本没有安全地方 东上下西上下吧 恐惧的心理 加上狭小的空间 飞飞找不到一个安全的地方 来隐藏自己的孩子 它只能一直叼着孩子 可是当时两只小松鼠才五天大 它们的皮肤太薄 经不起 比妈妈尖烈的牙齿长时间绕着 于是在母亲的惊恐中 无辜的死去 人工和杀伤的没法比 杀伤的呢 它有副窝 它有好几个副窝 它可以从主窝 把脚胆叼到副窝去 知道吧 它不会把它的孩子 就是说得叼死 经济上的损失 给了夫妻俩惨痛的教训 满之后 它们再也不敢疏忽了 养殖这种敏感的动物 必须要给它们一个 舒适而又安全的环境 几年下来 松鼠有最初的二十只 增长到最多时 两千多只 每年松鼠都被送往生态园和公园 城市里的居民 也可以跟它们近距离接触了 而刘旭海 这个只上过小学的普通人 凭着自己多年的养殖经验 最终写出了一本 养殖松鼠的书 松鼠的形象 的确是太讨人喜欢了 非常的灵巧 包括四雅这个东西 要千万小心 您要抓的时候 不要抓着尾巴 很容易就把尾巴 抓秃鲁了 还有那就是他 要反击你的时候 往往会去咬你 被这家伙咬一口 同样也会咬得皮开肉绽的 所以咱们饲养这种东西 一定要小心 不过我们也了解到松鼠 如果没有他的话 可能我们野外的红松 就无法正常的繁殖下去了 我们的记者正在拍摄 有关的节目 到时候我们就会知道 松鼠它埋藏食物的同时 一方面是满足了自己的需要 另一方面呢 那就是帮助森林呢 能与匆匆的生长 好 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 下期再见 人体里陆续发现14根钢针 三次取针手术 历时三年痛苦折磨 是有人要害他性命 还是其中另有隐情 敬请收看 造型科学 外真一元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